他全中 上场就有贡献 现在比分值差两分 加油 郑言超 依然是掩护 孙真俊 强行出手 这个球有点可惜 杨浩哲 没有 给不到内线 大栋 大栋 好球 最近的防守策略 十分的完整 但是 好的 这一续请求暂停 有点着急 这里打过来 等一下 反掩护 再打一次 第一个他先过去 然后回头的那一下你要把掩护做好 那一下把掩护做好 如果换人了后 下来不要着急 等一下再吐他 他一走 就掐住他 不要能走反向 反向再换人 再换人 他就没时间了 他连续守对手 挡杉换人 就再换人 连续换 对 听我说 就一点 遇着挡杉 别让他往反方向走 把他往掩护方向放 一边赶 一边赶 这条中线招 依然是同样的战术 但是这次掩护不太成功 反归 造成本归 重济贺 好球 大总 重济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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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浦 宽浦一样的战术 这个球 简直 三点 重济贺 重济贺 这场表现的十分抢眼 12比9带领JT领先三分 另一个走下线 唐世辉 杨浩哲 依然是打内线给大东 面对方安普 球没有拿回 但是还是拿回来了 唐世辉 没有 被冒掉 13号犯规 防对球 对面的好球 好的 给这边唐世辉 一开始担心都白担心 因为这个方安普 他的篮板强得不错 然后跟大洞对抗 我觉得他是高瘦篮板王 给他一个这样的称号 其实对方安普来说 他的表现还是要蛮惊艳的 因为他从身体体型来看 但我觉得他的防大中是一个 非常吃亏的一个方面 我也很担心那一点 但打起来他会利用他的速度 他胳膊很长 而且他弹速比较快 他里面还抢了不少篮板 或者是对对手的一些封盖干扰 这就是很大的贡献 完美给到钟晏昌 拉开 提脚 蓝色 依然是一转身 非常棒的三分 没能命中 杨浩泽 内线破坏掉 急了 再打不到一分钟 他换一会儿 他换一会儿 男子熊圈里去 唯利 唯利 黄队唯利 必须在圈里 要注意 双脚都要在圈内 来 走给我 慢一点 没事 别着急 罚一个 对 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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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开始不太顺 闹过很多次了 这种不利的局面 就是 当时特别担心 因为浩泽当时 状态特别差 而且浩泽还是持球人 当持球人 状态特别差的时候 这个整个的队伍 就很容易去跟着一会儿乱 钟晏昌 依然是掩护 换防之后 继续换防 面对大东 找到内线机会 冯瀚普的高度 半块七了 两罚 一罚命中 两罚全中 那龙骑士这边 犯规次数已经达到五次 唐日辉 给了杨浩泽三分出手 美能命中 依然是方安波 拉开 给到钟晏昌 没事 龙骑士的犯规次数一到 所以这一次 应该是两次罚球 因为对方上来的状态 还是比较好 我们可能两次防守没成功 大家心态也起了一些变化 有些急 因为怕输 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 然后进攻 也受到了一些阻碍 也受到了一些阻碍 来吧 龙骑士请交换人 没事别着急 咱能赢 别着急 曹克军 打东给到外线 黄子恒交到唐日辉 面对孙晨俊 找掩护 这球没有传自己投 也连个新 正眼差 在左侧底线 给到胡顶 这个球没能点进去 机会还有 黄子恒 很灵活 但是这个球传的 给对手机会 这个是 唐日辉 冷静一下 重新打理一下思绪 高档的配合 黄队强 很聪明 很聪明 没有关系 黄队强 拉开 黄志恒 大红拉开 各位 不要心急 12秒一到 这么快吗 这么快吗 当我看到第一节 算在后车 他们状态这么差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可能 第一场要丢了 对 我觉得可能 他们派出钟远超的 这个策略 可能他们这场 要取得胜利 暂停 龙骑士请求暂停 可以 好笑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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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乱乱 没手感了 没事 可以 我们领先 可以打完 他换人 你别害怕 他换人的时候 你别害怕 我说 你现在害怕 你这球 怎么能直接穿一手里去 他换人的话 你要拉开 然后打攻进去 大动你累吗 我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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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累 你现在不累的话 现在我们怎么打 你看 现在 现在我们打二打四 或者打挡拆都没问题 但现在有一点 先把球打给他 然后他有一几个人 传得特别好 他要夹记的 冯漢普自己 防不了他 然后他 你再把球打出来 对 把球打出来的机会 你们然后再往里扶 你刚才就没法给他吗 是啊 他半绕钱 我不敢要你 我不敢要你 不行 你这样 你这个球 你这个球 他说你得咬住了以后 他说不管咬起来 他咬起来你就顶住他 然后直接往里掉 我们领先来到篮满球以后 球拿回来 不要着急 让他挡拆 慢一点 空间拉开 还是拉开 各位拉开 给他空间 两个底脚拉开 你打开 你一定要用两个底脚 拉开空间 一定要用两个底脚 拉开空间 看着我们套 我们这边打开 我们看你家里有个儿 仔终于 我们看你了 我们看愿 我们看你了